很多朋友私信我 包括留言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静下心来 才能够有好脾气 好情绪 我也不是时刻有好情绪的 所以才需要冥想 首先我是觉得 我们先不要跟自己的情绪去做对抗 我们要允许自己有坏情绪 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因果的 都是有道理的 当你允许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情绪慢慢地就消失了 就像我在做冥想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受 在生活中 我突然升起了很不好的情绪的时候 其实你是一个演员的状态 你会跟着这个情况顺眼下去 这个时候我就应该生气 这是正常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你在这个情境下跳出来 然后观察到自己现在的情绪 你就变成了一个导演的身份 你可以选择我现在想生气 也可以选择不生气 通过这样的练习 你也会知道怎么样去怀抱自己 安抚自己 像我们有小孩的妈妈 安抚你的孩子 要安抚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孩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大多数的人是因为 你内心的那个小孩 从来没有被理解和怀抱过 一旦你自己怀抱了他 你就被理解了 你的情绪可能就会烟消云散了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是我特别想建议所有的女性朋友 去查一下你的假装线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源头的 我的情绪非常差 一点点事我就想发脾气 检查了身体 我才发现原来我其实是假装线的问题 我有那个假抗 慢慢吃药以后我就发现会好很多了 加上一些心态的调整 加上练习 整个人的情绪变得可控了 在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 一定要多找几家 像我之前就被误诊为是桥本假抗 说不用去管它 结果我发现我的情绪越来越糟糕 再去其他几家医院才确诊是真的假抗 所以有时候是你身体的原因 不要忽略你身体给你发的每一个信号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总而言之呢 在我看来就首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 因为身体是灵魂的圣殿 然后允许一切发生 这样你的情绪会越来越好的